最近很多人問我,阿B,你怎樣學日文? 我今天特別用這條影片,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昨天的影片的反應不錯,好像大家有點興趣 今天特別去拍這條影片,好像標題一樣說 這是我學日本語能力試驗的N5和N4的方法 以及一些現在看回可以怎樣改善的建議 首先我以前學N5和N4,跟我上一段影片說一樣 我是沒有考過N5,我是直接考N4 當時的學習是一本大家都常用的書是《大家的日本語》 我在那裡用這本書去一間語言學校 我在灣仔讀的一間語言學校讀 沒有什麼特別的,很平鋪直述 學習最正統的文化 我現在看回是,因為N5和N4 其實本身我認為過程度不是很多分別 他們的範圍是不大的,而且是一些最基礎的東西 雖然說它是基礎,但就是因為它是基礎 所以更加要針對這些地方去很確切地拿到它的語感 所以我認為是需要針對這些學語感的方向去學功夫 實際做法我建議是怎樣呢? 就是除了最常用的《大家的日本語》 或者類似的這些學習的工具書之外 我建議是同一個文法都好 找兩個或者三個或者更加多的不同的教學 其實我自己覺得在YouTube看都可以的 就是去找一些教學影片去看 去了解多些實際上會怎樣用 因為真的不同的老師會舉的例子 例如出來的語感是不同的 然後你會看到原來要表達這句話 用這個字這樣去用的話就會有這個效果 不是一定每一個老師都會舉相同的一些語感的例子 去到選擇這些例如YouTube頻道 應該是怎樣去選擇呢? 很多人會覺得網絡上的教材會很良有不齊 我自己會建議去選擇一些訂閱人數多些 雖然這些有得騙的 但是都是用這個標準 觀看次數多些 還有最重要是 我覺得是要選一些留言很多的頻道 留言多這件事其實是相對上沒有得騙的 你觀看次數有得買 訂閱有得買 但是留言的話真的是一些交流 是觀眾和拍影片的人的交流 以我的經驗來說 很多留言的影片 下面通常有很多留言的觀眾 都有相當高的日本語的能力 很多時候他們會提出一些問題 去問這個位置為什麼這樣 是不是有些錯了呢? 到時可能拍片者會釐清那個問題也好 甚至是真的觀眾去直接提出一些影片裡面錯誤的地方 這些是在多留言的影片會發生的一些情況 我覺得對於一些粗學日本語的學習者來說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你如果看一個地方 他錯了你未必知道 尤其是你自己是一個學習者的身份 那你是沒有任何批判的能力 那如果有些認識人的人 去在不同的來源的影片那裡 去針對著那條影片的內容 來看的內容 而去給一個評價的話 然後有很多人一起去評論這件事 他的正確度很多時候都會提高了 就會造成你可以對那一個你學習的文化也好 的概念就會比較準確 是比較不怕學到一些生哀的情況 所以初學的朋友其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聽很多不同的意見 看很多不同的影片 在很多個教學中學習 就可以微調到對一個文化的概念 就做到打好基礎的目標 我寫什麼? 我其實在這裡有張貓子 貓電腦 就是有一個打好基礎的效果 不只是日文 其實任何語言都是 你多看幾個 看醫生也說要多看一個醫生 要多聽一個第二個意見的性質 我對於N5和N4 就是比較初階學日文的概念 就是看多幾個意見 例如我很喜歡的YouTube看 就選訂閱人數多 觀看次數多 以及最重要是留言次數多 就可以幫到你的日本語能力打好一個基礎 希望今天這條 講N5和N4的一些學習的心得 是幫到大家 另外就 希望將來拍N3、N2、N1的時候 都是以國內人身份 可以給到一些 大家覺得學習上有幫助 有效率的一些心得 給大家 希望到時大家再來支持 我要拍N3 0 1 2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